今天帶大家出去看愛丁堡, 高詠跟大家介紹了很多地方, 這次是很近市中心的, 現在在地圖展示出來, 步行去市中心, 現在的箭咀指著是一個Lift的地方, 而最中心, 即是剛才最初流指黃色一達是市中心, 而今天介紹這段位, 走去市中心, 我這樣步行都是十幾分鐘, 五過二十分鐘, 可想而知, 如果搭巴士, 這裡有很多條巴士線, 搭巴士是幾個站就出去了, 可想而知是很近的事, 今次介紹的這個地方叫Abi Hill, 這一大德, 這一德我們待會會走過去, 稍後會經過, 這個就是Lift的位置, 它旁邊平衡的那條路就叫做Easter Road, 這樣, 這裏就是, 市中心當然是, 沒有什麼什麼Semi Detect, Detect或者Bunker Road, 通常都是Fact的, 現在給大家看的這一大德, 就是Abi Hill, 那你見那些樓都是很舊的, 愛丁堡是這樣的, 越近市中心, 那些樓就是越是, 因為它是保育, 所以它是這麼舊的, 不過你不要看它這麼舊, 它裏面你是可以, 裝修得很, 就是好像豪宅那樣的, 很新正都可以的, 因為他們各個的裝修, 全部都是離牆的, 離開磚的, 不是磚的, 那些石頭的, 然後在裏面再隔, 以前講裝修的時候講過了, 這裏你見到挺有趣的, 他們這一個東西, 剛才那裏是, 等下又會再拍, 它是一排一排的, 它下面都是有花園的, 大家都有的前園, 這裏一邊走出去, 就叫做倫敦 Road, 現在這裏, 在我們過往, 如果你是我們的網友的話, 你應該知道, 我們經常分享給大家參考, 這個蘇格蘭的治安那個網頁, 這裏是一片藍來的, 甚至是深藍的, 治安都可以的, 雖然它是繁忙的, 因為它近月市中心是繁忙的, 這個手指指著在這裏, 就是告訴大家, 由這裏這樣上去, 你這樣走上去, 就是Carlton Hill, 又是一個地標, 旅遊區地標來的, 你平時在那些Poster, 或者那些明信片那些, 見到有一塊圓圓地的, 那一塊山山地, 山丘地拍下去的, 就是在這裏走上去的, 其實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懂得走, 有兩條路, 一個就是走過去國會那邊的, 走過去Wallemarle的, 舊城區的, 另一個就是走過去Carlton Hill, 而且走過去國會那裏, 那裏再過就是有個Alpha Seed, 都幾多旅遊人士, 會過來這裏, 去叫做一個站, 你見到很有趣的, 他們在這裏, 走幾個樓梯, 然後就一拉一拉, 這些屋子, 當然是, 有些是Fat, Fat的意思是, 其實它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是見到它兩層的, 上下層是分開了業主的, 那有些呢, 都還成舊是它的, 因為我都見到有些是, 都成千多兩千呎都有, 有些盤是這樣的, 所以都不便宜的, 但是如果你說四五百呎的, One bed flat, 可以有百幾萬都有的, 大概八五萬港幣, 但是如果你說二 bed flat的話, 即是去到六七八呎的話, 就會去到八到尾, 二百萬左右, 或者二百頭這樣, 即是看你新井的程度, 我們沿著這條路, 一路慢慢走出去, 我們一路走出去, 就叫做London Road, 這裏, 治安都幾好, 你可以留意一下那些垃圾桶, 正如我過往說, 這裏又要這樣說, 這裏的垃圾桶, 跟純住宅地方的垃圾桶是不同的, 因為這裏是旺區來的, 多遊客, 都多人走的, 但是都能夠保持到, 即是在那個, 我經常說出來的那個網頁那裏, 是一片藍區, 即是最好的治安是不容易的, 其實這裏久不久, 很多人放租的, 放租的, 租租都有的, 你看看, 手指指著那個牌在那裏, 這樣, 你們大家也可以上去那幾個網站, Super, Ymove, 我們這裏的ESPC, 這樣, 你可以看一下這一區, 我經常都覺得, 有時看到那些人介紹, 即是有些網友, 或者是在曼城買了一些樓, 現在鏡頭那裏拍著, 為什麽這樣定住拍著呢, 監製就說, 拍下對面那個花店, 這樣, 這裏講一講, 今天所有鏡頭, 即是看的東西, 都是我們的監製, 從幕後這樣變成, 都是幕後的, 他今天是做了導演, 即是說拍哪裏, 拍哪裏, 這裏就有很多小店小店, 小店之外, 這個是賣無欄的, 蘇格蘭是無勇的, 你見他們都幾專業的, 賣無勇, 有一間小店, 你說他賺不賺到錢, 記住, 在這裏做生意, 他們做生意開店, 不是我們香港的觀念, 發達那種的, 是違反人工, 即是他賣無欄, 可以怎麽做呢, 你想一下, 這裏畢竟都不是說, 跟舊城區不同, 不是說很旅遊區, 所以你會見, 沒有什麽說, 賣租賣那些東西, 是民生的, 你見, 賣雜誌, 等於我們有些小的書店, 他專賣雜誌這樣, 所以你會見, 他主要是賣一些民生的小店, 即是說, 其實他都做幾多本地居民的生意, 這樣, 等一下轉過, 現在將會轉過, 叫做Easter Road, Easter Road, 就是, 這裏對面出去, 就是London Road的, 你可以說, 都幾, 在London Road之外, 他那邊的樓是比較貴些, 就是這條分界線的, 這條Easter Road, 就好像是一條分界線的, 那邊, 是一條價錢, 這條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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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國來講, 都很多, 你記不記得, 如果有些人知道的, 英國曾經, 何時有一段時間, 堪稱, 教堂就多過酒吧, 那樣的, 那些酒吧, 反而沒有生意, 撿得一間, 撿得一間, 所以這裏, 是三步不埋, 就是一間教堂, 現在我們轉入, 這個Easter Road, 你看到, 很多人來人往的, 雖然疫情之下, 都很多人來人往的, 小店, 這間就是, 賣一些, 其實有些像, 好像我們香港的, 街市都有的, 賣一些有機, 或者什麼健康農作物那些, 或者本地新界菜, 那些店舖, 他就是那些, 至於他, 是不是真的新鮮些, 就不知道了, 不過有時候, 我見到有時候, 都擺得幾殘下的, 價錢不便宜的, 雖然有些人說價錢不便宜, 但是我試過幾次想買, 都買不下手的, 價錢又不是便宜, 又近乎爛爛爛爛的, 這段時間, 很多這些, 坐在超市門口的, 有時候是東歐人, 有時候不知是什麼人, 以前沒有那麼多的, 伊斯蘭, 伊斯蘭是專買凍肉的, 我們有時候都會買的, 價錢都幾OK的, 這條街, 你見人來人往, 這些人你會見到, 站在那裡幹什麼, 看什麼呢? 因為現在落下, 很多時候都是take away的, 即是無論, 他們下午, 下午就是三文治咖啡, 通常都是這樣的, 即是一塊包, 一塊咖啡, 距離間就是這樣的, 很少河, 即是不多會說, 真的要坐定定在那裡吃, 尤其是平民, 尤其是平民, 現在落下就更加了, 不能在裡面坐, 他們, 我早前看過一個英國, 即是英國人, Youtuber說, 原來他們很有趣的, 他們說, 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三文治呢? 他們覺得, 因為三文治是有無限的可能, 即是你什麼都可以放在裡面, 原來是這樣的心態, 這些麵包店也有, 專門做麵包, 有些香港人說, 還問麵包店, 他說, 英國有無可做? 有得做的, 即是怎樣說呢? 這些就是專門做麵包, 不過問題是, 你要撼得贏他們, 他們從小到大吃麵包, 還有從小到大都在家製麵包, 那你有這樣的能力, 有這樣的自信, 要撼得贏他們才行, 當然, 香港也有一定的成績, 各地的美食, 很多人在這裡排隊, 在這裡買東西吃, 他們很守規矩的, 即是都不會像香港人那樣, 即是我們香港人來到這裡, 都要懂得有耐性地, 前面那個人, 可能買一樣東西, 買了一點點東西, 然後跟那個店員在那裡吹水, 吹到吹都不走, 店員就很有耐性地跟他們聊天, 你不要直接聲音, 又這樣又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 鎖閉鎖的鐵閘, 有時候會被人說, 你會覺得會比較窄, 但是它那個閘不是, 你看到那些垃圾桶旁邊都算OK, 它那個閘不是很壞的那種, 我都說這是南區, 它不是很壞, 即是破壞, 現在鎖閉鎖, 始終都比較多這些, 這些區份是會比較多一些, 不是純本地, 即是當地住的人, 始終, 這些店, 現在拍攝著這些店, 雜貨店可以說, 即是我們香港有些南貨店, 雜貨店, 他們這裡有這些, 又是賣生果, 又是賣吉利卡拉, 現在看見這個, 是賣家品的, 即是這個, 右手邊這個, 紅色這裡, 類似我們那些, 香港街市, 也有很多這些, 即是賣家品雜貨的, 所以如果你說本地的居民, 如果你沒有車, 為什麼又介紹這裡, 又要說一下, 這裡, 好像是我們介紹這麼多道以來, 最近的市中心, 差不多, 因為步行十多分鐘, 已經去到市中心的中心, 因為, 有些網友說來到, 我如果不懂得開車, 那怎麼辦, 那住哪些區份, 所以今天, 這條影片就是介紹給你們, 如果, 八多萬, 已經有一間房子, 大概五百多呎, 四五百呎, 一房子, 而又, 你沒有車, 可以交通方便, 這條Eastal Road, 還有一個好處, 機場有直到的巴士, 所以, 如果你說, 一下機, 一上巴士, 直到這裡, 下車, 就可以回家, 暴行, 就算你說, 坐車, 很多條巴士線貫通, 差不多十幾條, 你想想, 十幾條, 不是只有市中心,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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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去, 是散了, 在整個愛丁堡, 就算走過東邊, 東到去, 坐一個多小時的車, 都還可以, 即是那條巴士線, 對面這個, 是有鎖鋪, 有很多店鋪, 有改衣店等等, 什麼都有, 還有牙醫都有, 也有酒店, 這條街, 有很多酒店, 賣酒的, 其實, 蘇格蘭, 其中一樣東西出名, 就是威士忌, 因為它, 靠著, 平衡那條路, 就是Leaf, 在Leaf, 那裡, 就是, 有很多酒吧, 這條街, 這條路, 雖然, 酒吧不多, 但是, 也有很多地方, 賣酒的, 又有一間, 這間是連鎖的麵包蛋糕店, 連鎖的, 這裡會展示價錢, 大家看看, 這裡的麵包是多少錢, 你想一下, 它都好賣的, 這個連鎖店, 很多人賣的, 有時候, 排隊會, 賣麵包, 你看它裡面, 鬆出來都好像, 沒有什麼, 那樣, 他們下午, 就是Mill Deal, 他們叫Mill Deal, 就是, 一個套餐, 什麼是一個套餐, 什麼是一個套餐, 無論是, 市場也好, 那麵包店, 他們會買一個, 麵包, 那麵包, 一個包, 一杯咖啡, 一包薯片, 薯片, 很多時候, 它一定在一個套餐裡面, 跟著, 很有趣, 超市都在, Tesco, Singsbury, 都有, 下午就有這些, Mill Deal, 那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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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 那麵包, 這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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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在網上看,有些香港人買了一個樓, 百多萬,在曼城那樣,那個人幫他收樓, 爛屋一間,我心想要不要弄得這麼慘, 連門都不知,無緣無故被人塑破了一個洞, 這裏是很少這樣的樓,就算是比較舊也好, 也不至於你進去,門都會破壞, 這樣賣給你,這裏是賣寵物的,有隻貓都在那裏, 不過這裏這些寵物,香港不知, 這裏最近有網友說,他幫狗看醫生, 看了300磅,真是挺金的, 更貴過人,你知這裏,人的醫療福利也算是這樣的, NHS這樣,一年給600多磅這樣, 但是起碼都叫做包,但是寵物就很嚴重, 我們就會轉進去橫街給大家看, 叫做旺中大靜,這條街是旺, 我們走進去就大靜,街道是怎樣, 這裏,如果是近住,如果你在地圖那裏看, 由倫敦郭和Easter郭交界走進去, 走進去的頭一段,是治安很好,一片藍的, 越走到下去,就慢慢開始就會雜一點, 不過走進去,你不要看這裏這麼多, 現在這樣拍攝,全部都是激舊樓, 在這個Easter郭走進去的那裏, 走進去比較進去的,有些新樓, 十年八載樓,十多年樓, 我覺得都挺好的,大概200萬左右,兩房, 如果你說香港人過來住,都挺適合, 因為有電梯,你香港人老實說, 不是每個人習慣到這樣走上四層樓的, 這裏三、四層樓的,加上那堂樓梯, 好像之前有往有說過, 來到,他最初走上這些樓梯, 這些大廈覺得,嘩,為什麼這樣, 好像香港堂樓那樣, 後來他在這裏再找樓買的時候, 再找多幾間,他就發覺, 原來他自己現在住那裏, 那堂樓梯已經算是光猛氣利, 有些多爛東西都有, 這些就是Flat來的, 你想想四層, 你看外形就大概知道, 他有不同年期的, 你看到有些是新淨一些, 即是磚是新淨一些, 沒有那麼灰的那些, 大概是那些, 應該是二十多年左右, 如果你說灰一些,又會舊一些, 還有質素,那些樓的樓價又會便宜一些, 所以有時候一看那個樓是什麼樓, 你大概就會知道, 他的價錢是怎樣的, 就算他裡面裝修到豪宅那樣, 即是你拍照的, 那些盤子拍照很漂亮的, 總之你一看外觀, 是哪一類樓, 你大概知道, 同一個裝修在不同的樓, 都會有不同的價錢的, 就算是剛才那樣, 同一個地方, 隔一條街, 都應該有不同的價錢的, 這裡有個大公園, 大家看看環境, 挺清淨的, 如果你說, 在這裏, 買進來這裏少少, 叫旺東大城, 走幾步路, 就出到那條這麼旺的街, 都挺好的, 監製指示, 就過來看看, 有些人在這裏散步, 其實在這些公園, 你覺得有時候, 你會發覺, 雖然這裏, 旺時, 但是, 你見, 其實乾淨的, 比我們香港的公園, 分分鐘, 沒有什麼垃圾, 沒有什麼垃圾之餘, 還有什麼, 沒有什麼垃圾桶, 你有沒有在意, 沒有垃圾桶, 又沒有什麼垃圾, 即是說什麼, 要不就沒有人走, 要不就那些人的數字, 都算是這樣的, 他有垃圾, 他會自己拿走, 去其他地方扔, 如果你是我們香港城會員, 你就記得, 上我們的香港城裏面, 今晚, 我們九點鐘見, 為什麼會有一個這樣的分享會呢? 其實我們, 因為現在BNO那裏申請, 大家都有很多問題, 還有Apps, Apps其實不多說, 之前, 別人吹到什麼, 我們都已經說, 不要期望得那麼高, 大家都遇到很多問題, 我們就希望, 能夠有一個這樣的分享會, 大家交流一下, 你們遇到的問題, 還有, 其實你們彼此, 會員之間, 你們都會看到, 大家在那裡聊天, 遇到的問題, 大家又可以聊聊, 今天帶大家看這裏, 就差不多了, 我們由剛才, Apps Hill那裏, 走走走走走, 走到過來, Esta Road, 前面, 再走就是Leaf那邊的了, 前面就是Leaf, 在我們剛才後面, 就是Esta Road進來, 所以我們呢, 就是什麼, 就是中間, 就是中間那條路了, 監製出來了, 監製全程是他導演的, 拍些什麼, 拍些什麼是他指示的, 我們下一條片見, 我們再為大家介紹不同的東西, 好的, Hello,大家好, 我們移民英國生活資訊, 在過去半年, 藉著YouTube, 藉著Facebook, 為大家提供了大量的移民資訊, 而在這段時間, 我們也在構建自己的香港城網頁, 這個香港城網頁已經正式成立, 充滿著大量的移民資訊, 充滿著各項的專項資訊, 而除此之外, 我們更希望能夠凝聚每一個 移居海外的香港人, 藉著互為互利, 創建一個良好的經濟生態圈, 尤其是現在, 各國因為疫情的原因, 經濟受到打擊, 失業率高期, 我相信, 這個良好的經濟生態圈, 能夠成為科目裡面的金路, 每一個移居的港人, 我們都能夠藉著各行各業的專業提供服務, 不僅如此, 甚至藉著在香港城裡, 我們能夠發揮我們所長, 創建我們的事業, 所以在這裡, 我們歡迎每一個移居的香港人, 加入我們成為會員, 希望我們能夠攜手, 發揮香港人精神, 創建屬於我們的香港, 也都回饋社會, 香港城,歡迎你!